我字就是让你读 你都读不好 我正经波音科班出身 我读不好 这么能吹一点 来你念一遍我听听 听我说 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 你看唱出来了吗 这不掉坑里了吗 就谢谢你这仨字一出来 那音调一下就有了 怎么的我听说就有人因为这首歌 好几个人干起来了 4月11号的时候 一顿多人打架斗殴的视频 在网上流传了起来 有不少人说 这是在咱们沈阳市 审核区的一个小区内 业主们在排队做核酸的时候 发生了撕扯 进而打了起来 通过视频我们可以看到 甚至有一位身穿红衣服的大姐 在被打后直接倒地不起 伤势看起来非常的严重 而对方还不忘再补上一脚 这边姑娘捂着脑袋坐在地上哭 那边情况也是不达到关 整个现场更是一片混乱 视频中我们听到有人说 这么大人了 打一个孩子 你不嫌磕掺呢 可是究竟是啥原因 能让这一群大人打成了一团 还妨碍了核酸检测工作呢 如此混乱的场面 直到警方到达现场 并控制住了打架双方 才算是彻底平息了下来 在核酸检测的现场 打架斗殴 实在是令人不解和气愤 这事一出 不少人都坐不住了 经过比对发现 很可能是沈阳市 审核区的保利花园小区 而对于双方发生冲突的原因 大家也是各种猜测 就是打人那家 轮到打人那家 撤核酸了 撤完核酸不走 让那小孩跳什么谢谢你 然后家长给录像 然后后边也就不干了 就说你这都站大牌 撤核酸 你还跳上鼓了 就是干你 听我说谢谢你 因为有你 温暖了司机 相信大伙对于这首歌 都不陌生 最开始的时候 用这首歌配上舞蹈 用来感谢防疫工作者 一般被称为感谢舞 但是最近啊 这样的行为 好像就有一点 你在我生命中 太多的感动 请我说谢谢你 这听着确实很感动 在发到家长群朋友圈 绝对夸赞如潮 你家的孩子真懂事 真会感恩 这不就是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吗 你确实感动自己 但你恶心了别人 我不知道防疫人员 他到底敢不敢动 但他们确实是动也不敢动 在这种紧张时期 那核酸采样人员 每天都要采多少个样本 包括送样的时间 都是有明确限制的 那每天穿着防护盒 那么长时间 都是很不舒服的 包括穿脱 都是很反打的过程 能省几分钟 他们就能休息几分钟 而且核酸采样之后 就立刻换下一个人 这样可以减少接触的时间 希望不要再跟风拍这些视频 所以说啊 这样的行为 不仅让大白们身体累 心更累 更是耽误了 后面排队的人的时间 然而就在大伙 一轮纷纷的时候 反转来了 打架的两家当事人称 当天两家人 其实是因为排队 而产生的冲突 其中一家先下去几个人排队 让家里的孩子和老人 晚点再下去 结果在排队过程中 被另一家指出插队 两家人发生了争吵 随后演变成了肢体冲突 4月13号 审核区委宣传部工作人员 针对此事做出回应 至此事情的真相才算清晰了 原来并非因为唱歌 而是和插队有关 目前警方已经介入调查 我要对造影的那位 我说一句 听我说大兄弟 因为有你 太让人生气 你说这得多让人气愤呢 把咱家大眼上都逼唱歌了 咱说插队肯定是不对 但是邻里邻居的 和谐相处 这才是最重要的 要是真有啥急事 那就好好说呗 咱们都理解理解 互相谦让一下 你说为啥非得要大打出手呢 咱就说昨天 那做核酸的人多多呀 我排俩小时 眼瞅着到我了啊 我前面那大姐一个电话 这爷爷奶奶孩子 全下来了 对吧 那你说咱能说啥 那有老人有孩子 咱们得签让啊 你要说我打的电话 这什么小叔子 大白鸡 什么小舅子 全下来了 都年轻力壮的 那肯定不行啊 那凭啥 你要查我对业 对不对 对于那些随便造谣 在网上胡言乱语的 引发议论的这些行为 那肯定是不可取的 目前警方已经在调查 这个造谣者了 咱们也提醒大伙 说啥话之前 你得想好了 你没有根据的话 你别瞎咧咧咧 你没有根据的话 那你不搅就别忘了 那我对我好看